你们俩这件事不说全岳阳 起码有一半岳阳人都知道吧 多少人撑着脖子等着看后续结果呢 等着剪笑话呢 你说你就颠颠地回去了跟他好了 那不让人笑掉大牙呀 好马不吃回头讨 这事就算我答应 整个岳阳人民都不答应 你说你这朵花 好不容易从胡人北 这坨牛粪上拔下来了 你现在自己批点批点 把自己再插过去 你有病啊 你找不着老公了 行了 谁说我个胡人北要复合了 就是啊 北京有锦绣钱就在这等着你呢 你放着个光明大道不走 你偏走着独木桥女士宝撑的呀 哎呀我真不知道你爸怎么想的 我的事我自己做主 不是我爸一句话就能改变的 所以啊也用不着您下掌心 这可是你说的啊 我说的 那我的任务完成了 到时候你可别跟你爸说我没跟你谈过这事 好吧 那这也翻过去了 咱们俩来说点正事 你爸这个腿 挺严重的 就以岳阳这个医疗条件来看 要想完全康复 我觉得 全 所以我的建议就是呢 你带着你爸 咱们到北京的大医院 找个专家好好会会诊 这以后要落下病根怎么办呢 是 你之前说 你那是 鸡水潭医院骨科的主任 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真的都不能再真了 你怎么跟你说正事呢 你别忽悠我 我没忽悠你啊 荷花 鸡水潭骨科主任 那就是我哥们的爸爸 这样 我现在就给他拨电话 你跟他亲自说成吗 来 啊 啊行行 不用了不用了 我相信你 那就麻烦你 联系一下 骨科的大夫 我想带我爸去北京制片 我这就打电话好吧 说定了啊 谢谢 爸 那时候 我每天给病房里的招类 还那么多人听我说说 您不会烦我 哎呀不烦 能让大家高兴 挺好的 哎爸 您说 荷花和那个李建均 他们到底干什么去了 我 我憋了一天了 我一直特别想问您 哎您说 您下午和那个李建均都聊什么了 闲聊呗 就闲聊啊 我看你们聊的挺开心的 俩人笑了 这孩子挺同事的 我跟他挺同意的 就聊一两次比较就投缘了 哎呀 我跟您说实话吧 他 你也没必要把什么人都想的那么好 我跟您说实话吧 这李建军到月亮来 他就不是为了什么公事 他 他就是冲着荷花来的 他就没按什么好心 图谋不轨 他图谋什么不重要 我刚刚让他劝劝荷花 好让你们尽快复合 啊 您让他劝我跟荷花 我们俩 哎 建军这孩子看着挺肤燥的 可他像是有担当的孩子 他答应的事一定会去办的 看这个李建军 跟你倒是挺像的 啊 您说我跟他 我俩像 不是 爸 我跟 爸 我刚跟医生商量过了 明天就给您办转院 后天咱们就能转到北京的大医院去 你这孩子怎么事先也不跟我商量 您把我养这么大 您跟我商量过吗 现在轮到我给您养了 也用不着商量 对您好才是唯一的标准 听话啊 我还得考虑考虑 什么好考虑的呀 说 咱呀就甭考虑了 北京那边的医院医生 就连病房我都给您联系好了 就是 就等您人过去了 爸 北京的医院毕竟全位 去看看是好事 明天一早我就去单位请假 我跟你一块去 哎 你那么忙 就不用去了 给我陪着我爸就行 不是 你一个女孩子好多事情不方便 有什么不方便呢 我可以在北京请个护工 人家护工对照顾病人 那是相当熟练了 护工怎么能跟家里人比呢 我不是小气 我不怕花钱 但是他好多事情都没法做的 像我这么尽心尽力 总之有我在 我肯定委屈不着我爸 再说了这事又不来跟你们商量的 是来通知你们的走喽 是来通知你 爸 爸 吃饱饭了 小明 你见到你忙了 没有啊 没在屋啊 没有 我一起来就没见到他 我也不知道上哪去了 我出门的时候你门关着呢 想让你们多睡 我就没吵你 奇了怪了 往常走哪他都给我打招呼的 你给他打个手机试试 enson 全都回来 不就不愿意 那组的 回来 什么 怎么 别看 形怂 啊 行像這樣啊拜拜 什麼要選啊啊 哎呀 哎我媽東西都在了嗎 東西在啊你等著 我剛才還看上來呢你看 什麼也沒在這能去哪啊是啊 我媽這兩天說什麼嗎 沒說什麼 他情緒不太好 話呢比平時少了一些 那您跟他說什麼嗎 我就我就說了一些安撫的話 安慰他 我能說什麼 奇怪了這麼早去哪呢 想起來了 昨天吧 他跟我說話的時候 他說了這麼一嘴 他說現在活著 真沒進 不會吧 不會不會 不會我媽不是那樣的人 爸啊你把衣服穿上 咱咱倆就想去找找 好好好 我給我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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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我來我來 我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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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你們轉到北京治療的各種手續 什么单位介绍信啊 医保单啊什么的 我都给您开好了 全在这儿 哎何花 你说什么 哎呦我说老何 你这俩子 不是儿子胜死儿子 你可是好福气啊 这团日子给大家添麻烦了啊 我也祝大家早日康复啊 早点出院 哎哎李总公 老何你早上去北京了 你让我最后再推一次 你行吗 北京就靠你多多关照 什么叫最后再推一次 哈哈哈哈 我最后再推一次 走了啊 走了这两天我单位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直播 市里领导亲自点我的名让我去我非常可怕 您到了北京之后如果说还得再做手术啊 您就给我打电话 我就赶过去护理您啊 这些日子你也跑前捧后了 好好修理这些吧 应该的应该的 别这么客气 哎找到没 放紧了吗 哎去 你说个老太太啊 命了一辈子老呢老呢玩什么失踪吗 想通话了 怎么能了啊 怎么样怎么样 警察说了 失踪不到四十八小时不能厉害 让咱们再找找师在找不着了再报 哎呦哎 怎么办 爸你别着急 我小妈就应该是 你得散散心不会出什么大事了 要不这样我们分头去找 然后您在家里等 大姨妈回来了家里有个人 去通知我们的事好吗 好好好咋嘞 妈行那我问我妈好好好 走吧走吧 大家等电话啊 有什么朋友给我打电话好了 别着急 走走走走走 别着急 我真的吗 来吧谁有这 哎不用 老李爷真是气死我 你这样吧 他俩分头找 你从这边 我在那边 一会在那俩排子下集合 这样吗 啊去去去去 叫你出事 爸你那有消息吗 我去河边找着 是 我去给你帮你去那吧 好 1 2 2 3 2 3 4 5 6 9 7 我想哭就哭吧 发泄出来就好了 我这么说不都是为了让他更幸吗 我为什么呀 他怎么能 你放心不会的 阿姨那么刚强的人 他是做出来那样的事的 他可能就是想去散散心而已 他散心一天一点消息都没有 他他就说我 我去他可以跟我爸说一声 阿姨什么脾气你还不知道 相信我 他如果还是想不开的话 他早就爆发了等到现在的 妈 北京这么大好几千万人的 你让我站哪去找你啊 阿姨这次回来 你们母子不跟我好好的 逃避解决标语 哎 林长 这是问题对不起你的 没想到你还愿意来帮我 谢谢你 说到底这个事情我也有责 我当然要陪你找 过去的事就让他过去了 你要找机会把所有的问题都谈了 一直躲一直的 最后都没有机会说清楚 打算 5 4 3 9 5 5 6 6 6 师傅 这学校是不是以前叫大天水井小学 是大天水井 这改了好多年了 是是是 我记着原来那操场那块有个三层的小楼 红砖 我们都管那叫小红楼是不是 您说那小楼也早拆了 也拆了不少年了 都现代化了 我以前在这上学 你以前在这上过学 整阵小学 好青年 您随便看看 我看看 好青年 到底是哪个小的小要 谁只是我 别拿着 要谁 你还要 这个小的小的星辰 你还要 不就是我 这个小的星辰 嗯 回來了嗎 啊 沒有 能找的地我都找了 哎呦我的天 啊 說我們會不會回越洋啊 不會 他一個人回越洋幹嘛 他要回越洋肯定會告訴我 爸 媽在北京有沒有什麼親戚啊 朋友啊什麼的會不會找他們去了 我所知道的親戚啊朋友 我都打電話問了沒有 哎呀你說怪不怪 過去他離開家哪怕十五分鐘他都會告訴 可是都一整天了沒一個線 我在擔心他出了什麼意外他要倒在路上 你爸 我去汽車融芸趟 怎麼回事你們幹嘛呀這門四場大開的 來壞人怎麼辦呢 你媽您幹嘛去了我們找您一天 找我幹嘛 我又不是小孩我一成年人我出去轉轉管呢 我去吃了點兒小吃 這都是北京地道小吃可好吃 福斯你吃啊 肚子餓了我就給你吃個家 我剛吃完小吃什麼肚子餓了 哈哈哈吃吧啊 嗯 呦 他吃冰湯葫蘿去了 哎沒事沒事你 哎呀我吃點我更餓了吃點 給你吃 我吃喝去 陸阿姨啊 汉民 媽媽回來了嗎 啊回來了回來了 回來了 那他去哪了他 要不您跟我媽說吧 啊 您等一下啊 進 陸阿姨電話 哎 艾蘭 你去哪了 哎呀他們大驚小怪的 沒我就自己出去玩去了 你也不能這麼急 你幹嘛你站著幹嘛 我別在這聽我打電話你出去 把門給我關上 我跟你說呀 好多地方你知道嗎 我上我小時候上學那地兒也去看了 你這房子基本都拆了你知道嗎 都是新蓋的樓 我差點沒找到地方我說是這兒嗎 你個死老太婆 你說你去就去吧 你告訴我們一聲啊 你還把手機都關了 你把我們都擠死了 我又去了那個酒店 抱歉吧 阿慧遠兩小時那地方 我還給福克他們帶回來點呢 哈哈 媽又怎麼了 沒什麼 你呂阿姨回家了 回家了 太好了 可怕還沒疾風 弄一空找子 你們這些孩子 膽子太大了 什麼謊都敢撒 什麼人都敢騙 為了討老媽高興 編這麼個故事出來 你說不是早晚要敗路的嗎 漢民不也是有苦說不出嗎 不然她也不能出此下草 我這老姐妹也真是的 一輩子爭強好勝死要面子 這下好了 面子裡子全丟光了 害得漢民也丟了工作 想想真可憐啊 大冬天的 一個人跑到他過去生活的老城區 轉用了一整天 說是要尋找什麼 記憶中的老北京 這個呂越 在越洋的時候 就總說自己是北京人 她不過就是小的時候 在北京混過那麼三年五載的 何必呢 何必總要掛在嘴上 她和我一樣 一輩子都生活在越洋 欸 兒子 那個林昌好像對你很有感覺 滿熱情的 這個姑娘好 外貌氣質在杜鵑之上 工作條件比孫姑娘強 你是不是該抓緊啊 媽 我們就是普通朋友 您老別下操心了 洗澡了 晚上的熬夜 哎 江波 你真是 你就沒看出來了 他看你的眼神是不一樣的 媽是女人 只有女人才最了解女人的眼神 你媽睡著了 今天太累了 爸 哎 我媽不會又像上次似的 好幾年不理我吧 不會 都過去好多年了 你媽也與時俱進 我想這種事兒 以後不會再發生了 月雪 今天晚上晚了 你又在這住 不了爸 我還是回去了 這點還有公車 我坐公車回去 你坐什麼公車呀 那不我折腦一天了 我送你吧 好 爸你送給我去 好好你走吧 那我走了 一半日來看你 行行 把你早點休息 我 兒子 兒子 你說你這是早飯還是午飯呢 你每天晚上都不能早點睡啊 你今天沒事 抓緊時間給小林打個電話 約她看個電影是啥的 不媽我們只是普通朋友 我倆之間隔著無數個優秀男人 我可能不可能 我怎麼一跟你說姑娘的事 你就是這種態度呢 真是皇帝不及幾死太监 你要是有楚漢明一半的孝順 那你就是個優秀的男人 電話嗎 嗯 小林小林是小林的電話 喂 小林呢 阿姨你好 你好 你是不是找江波啊 不不不 江波自己忙 讓他在家休息吧 我找您 你找我 你找我什麼事啊 我想帶您出去玩玩 不知道您有時間沒有啊 啊 你要帶我出去玩啊 好啊好啊 我有我有大把的時間 那太好了 這樣十分鐘後 我到您家樓下接您 行行行 好的好的 謝謝謝謝拜拜 什麼來什麼 這就是心想事成 兒子小林約我出去呢 啊他認你 是啊 這都說好了 十分鐘就到小區門口了 你去看看打吧 哎 你說我穿什麼去啊 滿志力嗎 見他人打不那麼翻什麼 呀 你是我兒子 我絕不能給你丟臉 當然要翻身 這都什麼地方 我先給你簡單介紹一下啊 待會呢 你先泡個藥玉 然後美容師會過來給您去死皮 接著呢 他會用芳香精油 給您身體做深度的按摩 再然後 您呢 身體再付一個膜 最後呢 才用四種玫瑰 給您做生意 對著激活了 您就好好享受吧 走一回來這種地方 我跟劉姥姥進大觀園似的 哈哈哈 姐姐 您是怎麼保養的呀 怎麼皮膚保養的那麼好呀 你叫我姐姐 我當你長輩都夠了 不能吧 您看著這麼年輕 三十多歲四十不到的 哈哈哈 我兒子都三十了 不可能吧 不過你看著特別年輕 謝謝 這樣力度可以嗎 可以你得輕的 我酒追不上 阿姨 這帥哥可不是輕易能預約到的哦 至少要提醒一個星期 對您今天可是例外了 哦真的 呦 帥哥 那謝謝你了 不客氣 阿姨 您這髮型配合您這身形頭 那最多也就四十出頭 哎呀 看上去年輕 事實上人老了 不過阿姨年輕的時候 還挺漂亮的 用現在的話來說 回頭率很高的 經常有很多男的 直接就跟到我家門口 我沒少給家裡添麻煩 哈哈哈 阿姨看得出來啊 您是天生俐志 那百分之百的美人披子 那不像現在滿大街都是美女 那十有八九都是整容化妝弄出來的 根本不稀罕 哎 年輕的時候呢沒條件打扮 現在有條件了 人老了 您這話可說錯了 您一點都不老 現在打扮打扮至少還能分光十年 你真會給我吃定心玩 我說的是實話 小林 阿姨今天真是瘋了 用了你那麼多錢 你得算一下 都不是小數字 我不能占你的便宜 阿姨 您這話就見外了 那我這些地方都是有VIP卡的 這些卡呢都是客戶送的 裡面有錢的 我呢頂多算是激化幸福 那阿姨總得請你點什麼吧 哎呀不用 要不我請你吃飯 咱忙活一下午了 我們還沒好好聊聊呢 在北京您是客人 要請也是我請 哎呦 你這丫頭 啊 這樣吧 你上阿姨家吃飯吧 阿姨的廚藝可好了 這個可以有 你吃辣嗎 無辣不歡 就這麼定了 就這麼定了 小林來快進來 阿姨啊 你脫鞋在哪 哎不用換鞋不用換鞋 不用換鞋 來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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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江波江波快開門 你看誰來了 江波 你怎麼來了 哦 好像不太歡迎哦 沒有沒有 呆頭鵝 沒發現你媽有什麼變化 沒什麼變化啊 我們忙活一下 我他倆字就打破了 不行 重新看 不就是頭髮變好看了 衣服變漂亮人變人輕了嗎 不過即便您看著只有30歲 可還是我們 哈哈哈 好你們聊我送飯去了 那是正義的浪浪之度啊 浪了 嗯 沒覺出來 我覺得挺浪費的 你別浪費一下 花錢太多了 你花什麼錢了 住那房子來說吧 500歐元 這孩子真不懂事兒 你說你好朋友來了 他不說賠品 你把你一個人撩在這兒 阿姨 江波他有工作 再說了 我一個人上網挺好的 你真善解人意 來 這個人家 吃點水果 阿姨不吃 吃不下了 你做飯太好吃了 把我吃撐的呀 到現在還當我哥呢 哈哈哈 你要真喜歡 你就常來我給你做 真的啊 那我就不客氣了 我真常來啊 好好 你這個兒子 是個呆頭蛾 總是把客氣當福氣 阿姨 伯伯是個做大事的人 我們身邊的人 應該呵護他 就是就是 阿姨 你說他長得這麼帥 然後又這麼聰明 是不是好多女孩子 都特喜歡他 有啊 上幼兒園的時候 就有人追求他 他們班有個小姑娘 天天給他奶糖吃 還給爸爸媽媽說 長大以後 嫁給江波 超有意思啊 上中學的時候 很多女孩子 給他寫清書 哎呀 這下子 賈寶玉啊 這麼著心 哎呦 他要真是賈寶玉 那我就燒高香了 路三十了 這方面怎麼 那麼不開竅呢 您的意思是說 波波到現在都還是同男子 同 哎呦 這這這 這個我哪知道 你是不是怕他有什麼問題啊 不不不 楚漢明的媽媽也跟我說起過 說江波會不會就不喜歡女人 不會的阿姨 波波只是太優秀了 她的心理邏輯跟平常人不一樣 她只是還沒有碰到 真正能夠波動她新鮮的女孩子 我和她爸爸都是退休的人 我們最擔心的就是她的婚姻大事 那婚姻的問題就更不能強求了 那你得看緣分 不過我有預感啊 強烈的預感 我覺得波波的大好姻緣 馬上就要來了 是嗎 哎呦 那真是借你急言 阿姨 你平時都幹什麼呀 我啊 我剛來北京沒多久 平時就是幫江波收拾收拾房子 做做飯 那您不上網嗎 現在可流行了 我外公八十了還上網呢 上網我上 這個電腦就是波波淘汰給我的 我還在網上 給波波找過女朋友 女朋友 女朋友就算了 那照片跟本人差得十萬八千里呢 對 碰到過 不靠譜不靠譜 哈哈哈哈 就是 那您有QQ嗎 QQ沒有 那回頭我給您申請一個吧 然後把我的也加上 咋了就可以聊天了 好啊 您會打字嗎 打字會 二指禪 這也行 行我現在就給你申請 我發送了 發了沒有啊 阿姨你好有了 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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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我發了 有了 快看 你好 你好 哎呦 這個東西太方便了 真好玩 阿姨你已經學會了 下回咱俩 可以網上聊天了 好 小林 你今天讓我這個老太婆 徹底的時髦了一把 又花錢去又打時間 阿姨我喜歡陪您快玩 下次再來再去做死吧 死吧太好了 做了回事吃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行阿姨時間不早了那我走了 哎江波啊 江波 小林要走了你送送啊 不用了阿姨 叫他忙吧 啊 那我不送了啊 太好玩了 他太聽我話了 行阿姨啊 哎呦 小林 你給我啥小心啊 哎 媽再見 江波你出來 媽小林這麼好的姑娘 你不搭不理的你什麼意思啊 他說不讓我送 他說不讓你送你就不送啊 你是腦子缺根鞋還是缺心眼啊 你就氣死我吧 氣死我氣死我得了 你你們都不 媽吃那個番茄炒蛋 爸 爸 這媽媽婆怎麼那麼閒啊 是吧 少放點鹽吃鹹吃肉的身體不好 尤其對老人人 我沒放多少鹽 我下次注意下次注意啊 爸 您听说过吗 我前两天在网上看到一个报道 说这人啊 如果长期生活在特别紧张 特别压抑 特别焦虑的这种情绪当中 很容易得癌 得胃癌 是吗 尤其是老年人 特别是这中老年的女性 人家说了 说这个生气直接就跟胃挂钩 所以不能老生气 不能老压抑 我真要当心 对 吃完了 爸 我也吃完了 你没管一会儿我收拾 我老婆 您是咱们家的顶梁柱 主心骨轻语表啊 您这老阴着天这谁受得了啊 妈您说 回头因为我这点事 您再气病了 您多犯不上啊 您也有个三长两短 你说我还活 有完没完你 谁有三长两短的 干什么你这一句一句的 一会儿又让我得爱 一会儿我又三长两短了 你就不盼我点好啊你 终于理我了你知道你这两天 不跟我说话我多难受 我多难过啊我可紧张了 我怕你一辈子不理我 你说你要不理我 我这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妈我不骗你 我这两天我在那个桶子河边 我一一圈一圈走 我就想我这是跳还是不跳 去去去去 然后这耍贫嘴 跳一下桶子河接着冰呢 你以为我不知道 下去滑滑冰上 你妈你高兴就好 别生我气了妈 我告你啊楚海明 我知道 你撒那些谎 都是因为想让你妈心里高兴 但因为是谎你妈心里不高兴 今妈原谅你 但你必须得答应妈一个要求 从今天开始 不许在你妈面前 说一句谎 能不能做她 绝对 绝对 什么叫绝对啊 绝对是绝对不撒呀 还是绝对还接着撒谎啊 我绝对 尽我最大的可能不撒谎 什么叫尽最大可能 你那意思就是说 还可能会撒谎 啊什么叫可能啊 这要说绝对一辈子不撒谎 这本身句话就是一句谎言 谁弄一辈子不撒谎啊 谁也没有点善意的谎言啊 妈就就说您 您跟我罗阿姨 有时候也撒点小谎嘛 你叫什么说 您一百块钱买件衣服 非跟人说两百 这挺正常啊 行行行 你少跟我这玩文字游戏啊 遭遥可耻 什么时候我买一百块钱衣服 告诉他两百 讨厌 你拿个比方 什么打个比方 不许胡打比方 我告诉你 甭管什么大谎言 小谎言 善意的恶意的 只要是谎言 你在你妈这儿就不准有 行不行 欧了 我准了 好业 哎呀妈呀 今天没理我 吓死我了 怕你一辈子都不理我 行了行了 赶紧给我出门找工作去 我看着你这么大个子 屋子里晃呢 我就烦 咱家天一晴了 这工作马上就找着 好 收拾桌子 收收收 没看报纸 你报纸 爸里这么多东西啊 这都谁买了 还有电热塔呢 昨晚润北很晚才过来 你都睡了 还说北京那边冷 把这些东西都带着 咱们去北京 又不是去北极 夏天什么乱呢 不带 你这海 说北京啊 什么都有 就连在那岳阳特产 都能买着 再说了 我们那儿啊 有暖气 这什么鸭绒被电热塔啊 根本都用不上 您看这样成不成 何花 我来帮您啊 把这行李做减法 到时候到北京了 发现缺什么 我给您抹 哪能麻烦你啊 何花是我的员工 我是他老板 关心他不如应该做的 爸 我出去一下 你干嘛去啊 我马上就回来 您放心主任 这个任务 我一定给您完成的 漂漂亮亮的 对 一如既往的漂亮 主任 我还想提一个小小的请求 就是这次这个任务 结束之后呢 我还想请几天假 对对对对 还是要去北京 您都知道了 啊 啊 啊 哈哈 那个尚未给您带的卡牙好吃吗 你知道为什么好吃吗 因为那是正宗的北京全聚德 我这回回来还给您带啊 哈哈再见 你要躲我躲什么时候呢 你还要躲我走到北京去 你没这个意思 你答应我的事情 你为什么没做到啊 是是哪样的 你个骗子 你为什么还控制不离婚 你还要跑到北京去 当年都大小子是吧 就就就就听我说一句行吗 我就一句说吧 我知道我对不起你 我知道我也应该给你一定的 交代 但是我这几天思前想后的我想了很多 我觉得我们两个之间最好还是 不要再见面了 你说呢 好你胡论呗啊 你是跑往死路上逼啊 你们都不给我葫芦是吧 好笑 有一个你看 哎 燕笔 哎哎哎 燕笔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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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 要 我 我 手 手 我 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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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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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